政府如果要我出个50万的资本啊 或者是这样 然后跟我说 可以给我一个一两亿的单 我当然会冲去 跟日本的那些单商好啊 谁都会去 为什么他现在说要提示线吗 其实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 因为民进党的担心过往 就是有一些案子 可能会被嫌出来 第一个首当其冲 就是超市这一条 好 今天这个民众党 在立法院党团这边 他们也有办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就有提出了 许许多多的一些 有关于在超市这家公司 当时可能在签约 这种专案进口弹的时候 有一些毛你 那么请友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党团 这个是由黄国昌委员 黄昌老师 还有这个张旗凯委员 凯哥一起举办的一个 超市弹的这个记者会 因为其实大家这件事情 虽然在选举期间烧得很热 然后选举过后 我们会发现社会大众 大概这个注意力 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可是呢 我们民众党的立院党团 其实还是非常努力的 在追查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你不论从外观上看 还是各种的 你光从一个旁观者看 都会觉得他太奇怪了 他太奇怪了 那今天就被这个 国昌老师还有凯哥 踢爆了一些 他们相关的谎言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超市 他其实是在2022年 这个9月的时候成立的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 就2022年9月27号的时候 他的款项就下来了 很奇怪哦 一个新的这样子 蛋行的这个公司 拿到大单 日本的那个大单 是日本大单 那当然之前是说 是不是巴西的蛋 不是不是 这一次看到的是 他们要从日本进口蛋 而且是在他成立之前 对 成立之前呢 这个农业部 应该就已经谈好了 是 和续产庄续产会 就已经确定要给 这个超市 所以目前看起来推断 是因为都已经 这个叫做内定好了 所以2022年 9月初的时候 9月的时候 超市就立刻成立 然后呢 这个款项还播得 非常非常的快 我觉得有时候 他等于一个月内 然后马上就下来了 是 有的时候啊 就是以前 当然这个不一定 每个部会都这样 但是以前也会听到一些 就是一些行政单位 官方机关 要拨款啊什么的 或者是我们以前 选举的时候 每次借场地 借公园的时候 那个保证金 我们都要压一个保证金 在那边给区公所 有的时候都要花 一两个月才下得来 结果他们的效率很高 这个将近两亿的大单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金额 它居然这么快就下来了 那所以 第一个事情就是 超市的成立 不是因为可能很大的可能 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具备 就说本来就是有这个金银啊 这个单的相关的 没有它不是 还50万资本而已 50万资本而已 而是因为中央续产会和农业部 那时候已经确定要给它这个单 所以才成立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后来呢 汪老师他就有说 他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有说 他也有在咨询这个农业部的时候 他就问说 诶啊奇怪 为什么 那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给超市 超市一个50万的资本额的这个单行 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这个单只有超市可以接 这个只有他能 等一下他是 他是那个负责人是跟国外关系很好 是不是 这个就不知道什么 就很神奇 就是好像很神通广大 那国康老师就说 还有继续追问 就说好啊 那请问他在成立前 2022年9月成立之前 他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成绩 他这个关于这个单啊 采购啊 这个相关的 没有 有什么实际可以拿出来 然后农业部说 诶不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不了解 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 不熟不熟 对不熟 那你都不了解了 你为什么前面会说 只有他可以接这个案子 对啊 所以这个中间就让人 有非常非常多的问号 那再加上后来呢 像是这个也被踢爆了 这个 我们看哈 本来进口的是15万箱 对 结果最后付了 十八万箱的钱 中间差了三万箱 他差了六百万是不是 对 中间差了六百 五百万到六百万颗蛋 这个问题 中间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而且你款项还付下去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那是好像还没合约 对 他们也没有合约 所以后来 这每件事情被爆出来 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当时立法院这边 我们想要党团这边 想要请农业部提供 合约资料的时候 他们也以是什么 这个部分要保密为主 那结果后来发现 需要保密的是乙方 乙方是就对方 并不是我们 就是农业部这边 所以他就以各种各样的 慢慢挤牙膏 你要一直问他 他才挤一点给你 挤一点给你 那后来发现呢 好像没有合约 目前还看不到 那凯哥也 后来他也问说 这个很奇怪 当时进口蛋的 那个时间点 日本蛋的时间点 日本发生禽流感 对啊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你都已经有禽流感 情况之下 然后你还从日本进口 而且它的价格还比较高 所以我们大家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多 奇怪的事情 然后而且呢 全部都让一家 只有50万资本额的 超市去标到 所以今天的机则会 是非常精彩 把所有超市的问题 都一一的打出来 嗯 没错 这边这个就有 网友就讲说 对啊 这样子 还好意思视线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们就是要把它查出 还好好不好 对 这个真的是太夸张 对啊 这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 农业部就少爆了 600万颗的日本蛋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因为当时它巴西蛋 应该是7亿的大蛋 那个时候本来大家是想说 巴西蛋就已经蛮扯 但后来发现 原来它在成立前 其实就已经有拿到 然后应该就算已经内定到了 日本的单了 对 那等到它成立之后 就很立刻的 诶 这个没有错 我就是有这个单 然后款项也很快就下来 是 所以你就发现 哇 这真的 这老板感觉要蛮厉害的 他除了跟国外的这些 可能你知道农场 或什么的认识 然后可能也可以进口 这么大量的一个单 然后它的政商关系也很好 所以可以拿到这个单 不是啦 政府如果要我出个 50万的资本啊 或者是这样子 然后跟我说 可以给我一个 一两亿的单 我当然会冲去 跟日本的那些单商好啊 谁都会去 突然变得很神通广大 对 一定就是拼了命 也会拿到啊 所以 对 这个很 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追查下去了 对 那当然因为 本来这个国会的 这个调查来说 这个行政官员 应该要好好的 善尽义务的 这个回答这些问题 但目前他们还是 以极牙膏的方式 真的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会改革目前挚爱 就是真正挚爱的男性 是因为民进党要保密 然后这边有网友讲说保密 保谁家的密 保谁家密 不好说 不好说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其实赖政府面临到了一个这个内幼外患的事情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外患可能就是有关于它在这个两岸之间啊 然后在国际上面它到底该怎么样驱立足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内幼的部分呢 它现在自己可能有些部会后续上也要被调查嘛 如果说这个国会改革顺利来通行的话 那基本上他们该去面对过往的有一些案子 你该被掀开就得掀开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